那我一直90年代 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 我一直在全世界考察 中国文化怎么输出 怎么跟全世界分享 后来写了很多 那么直到后来就忘了 是两三年前 09年 马云突然把我给找去 说我得跟你谈个事 我说什么 他说我想做电影 我是编剧 我还想导演 我觉得太疯狂了 对吧 一个做电子商务的奇人 居然要写了个剧本 而且还要自己做导演去拍 那我很好奇就听 听了以后呢 我们还做了大量的磨合转变 慢慢慢慢慢慢的 企业家都知道 在企业家里有两派 一个是郭广昌一派 代表郭派 一个马云代表一个马派 企业家就分成两拨人 互相斗 互相去场 因为我做一金的关系 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企业家 所以跟中国的企业家呢 有很多的接触 其实三年前 四年前 大家已经在探讨 改革开放三十年 未来的中国三十年是什么 经常有一些思想呢 就是 我在这稍微打断一下 您说那个后来是忘了 为什么那么多年把那个太极 这是忘了 八九岁 十一二岁 就老手心手背的阴阳 那时候是理念的进入 是吧 后来怎么个忘了呢 我的生活没离开过这些 因为忘了的原因是说 我没有再想 重新把这个当个事业 重新再创一次 再创业 创业 再来做 没那么想 是后来 被马云给忽悠进来 那可是他要 其实那个时候 我是10年要退休了 结果他把我忽悠进来了 他退休了现在 你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惨 有点惨